你一个人承担,若有一日,我再也控制不住你的力量,师父会受到反噬,你犯下的错,你曾受的痛,师父与你一起承担,我既要守护天下人,可我也要守护我自己的徒弟,你放心,小谷,未来的路,师父会陪你一起,师父绝不放弃你,一一花仙谷中白子化台词,花仙谷俱照。 古装神话剧花仙谷,可谓是2017年最火的热播剧之意料,不仅让本来就已经很火的女主赵丽颖又火出新高度,还一并带火了剧中一干演员,其中经典台词也是风靡网络,其实在收视率大火后,很快有消息传出花仙谷将拍摄续集。 花仙谷剧照 近日确定续集开拍,相信大家最关注的,还是演员阵容,是否还是人班人马,不过可惜的是,续集还是要换人了。 对于大爱花仙谷的米粉小编来说,内心还是有些小失望的,顶替原男主饰演者霍建华的人选。 目前一定是赵又婷,霍建华因需要照顾家庭以拒绝,由于赵又婷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出色表演饱受好评,最终导演选择了他,不过辜负赵又婷还是值得期待的。 花仙谷二女主原来据说是由刘诗诗赞代,但最终还是由赵丽颖继续担任,相信这消息对大家算是一个好的安慰吧。 原班人马不在,为了能撑起该剧的关注率,花仙谷二还邀请了当下国内四大流量之一的陆寒加盟,一定陆寒在片中将顶替马可的位置,饰演沙千墨,小谷还是那个小谷,师父换成了姑父,小不点还是那个小不点,墨姐姐换成了陈长生,虽然感觉有点穿越,不过你是不是 刘诗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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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诗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